特门蛋 老三老四这俩蠢驴 这不瞎胡闹吗 走 快带咱去看看 对于火药 朱元璋期待已久 他相信夜城所说 这座火药时加入鸡蛋和糖 便能大大提升这火药的威力 同时又怕凡事都要争出个高低的老三和老四 会被这火药误伤 什么声音 不好 你打我 打我 陛下 港菜三殿下和四殿下肥要逼食一下 砍谁舍的尊 不曾向这豁虫炸烫啊 俩臭小子 给咱闭嘴 父皇 我徐四跟老三玩玩 结果火虫不小心炸糖了 这火药是哪里弄的 威力竟如此之大 是啊 错误皇 我俩闹着玩呢 而且这火药感觉跟之前的不一样啊 这种火药好不好做 嗯 完全可以大规模生产 天佑我大明 有了这等威力的火药 今后剿灭那些鸭子 简直如虎天翼 朱刚开心麻了 对于他这种喜欢火气 又善于运用火气作战的人来说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错误皇 这心是火药是谁弄出来的 是一位民间奇人 他先是治好了你娘的不治之症 又献上了如此威力的火药配方 错误皇 这等高人 您给他的赏赐可千万不能少了 他妈的 咱的宝贝闺女都许配给叶成那小子了 这赏赐还不够吗 老三 放心吧 咱不会亏待了对大明有功之人 父皇应名 老三这憨酷 要是知道叶成 说他阴年早逝 不知道还有没有心情 替他管父皇要上次 快 赶紧试试这火药配合上大炮的威力 卧槽 何人敢在京城放炮 听这声音怎么好像是从宫里传出来的 不好 二哥 你要干啥去 朱友荣脑子转得很快 中秋节叶成给自己放的烟花确实好看 不过他也嗅到了浓浓的火药气息 想必这是父皇拿叶成给的火药在试炮呢 父皇何年不容有事 我要去砍了这叛变之人的脑袋 二哥 敢在宫里放炮的人 怕是只有父皇了 原来是父皇这个归孙造反了 二哥 你咋能这样骂父皇 我一不小心说顺嘴了 二哥最孝顺了 怎么会骂父皇呢 二哥 快看这一天屠龙吧 妹妹 这画本里的赵敏真优秀 而且剧情缓缓紧扣 真是过瘾 妹妹 不知这是何人所写啊 真乃大才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让他多写单给我看 二哥 这画本出自一位奇人之手 高人都不愿意见陌生面孔 你放心好了 他每天都会写 我看完了 就给你拿过来 看着憨憨的二哥痴迷在倚天屠龙中 朱友荣心中那块石头落地了 有了这本小说 将来降低等是那贼负负在二哥心中的地位 撮合他跟二嫂和好的事就有着落了 这老猪真够可以的 胆敢再次进城打 听这动静 只有八九事得一语 我那改良版火药配方啊 叶公子 叶公子 你真厉害 我二哥看了你写的小说 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射雕和一天再后世 可都是无庸置疑的经典著作 朱爽这等猛男 要是能拒绝 这一天就怪了 哎呦 习府过奖了 叶公子 我二哥说 让你一天至少给他写五万字 否则 他让我拿小皮鞭抽你 哦 你说我要不要听我二哥的呀 嘿嘿嘿 朱爽这憨货 真是一点人事都不干啊 恩将仇报 活该被老猪揍 叶公子 开玩笑的 我才不会那样 真把你累出什么好歹 我该怎么办 幽蓉 还是你心疼我啊 这样我弄了一包味精 一会我亲自下厨 晚上咱俩来个烛光晚餐 味精是什么呀 是我们后世的一种调味料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鸟儿啊 这火药威力的确不小 可如果量产的话 这也得耗费不少的鸡蛋和糖 啊 父皇 这两样东西的确很贵重 而且您又是一毛不拔的人 哦 鸟儿 咱过日子有错吗 有饭吃的时候 要想到没饭吃的那天 你得好好跟咱学 啊 对对对 父皇 要不去问问叶成 看他有没有低成本的替代品 来代替鸡蛋和糖 嗯 也好 安排玉厨少做几样不拿手的菜 然后送到寿宁宫 咱们跟叶成边吃边聊 此时寿宁宫的叶成拿出了十八般武艺 做了满满一大桌美味 就等回去淑溪打扮的未来媳妇 前来跟自己开启这浪漫晚宴之旅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叶成 这么多饭菜 你一个人吃不浪费吗 陛下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才将永乐大帝和朱允宫的事告诉你了吗 哼 幸亏咱过来了 否则都不知道你这么百家 你做的这饭菜味道还怪好嘞 你这是算准了咱今天会过来 这才专门给咱准备的吧 不错不错 有心了 正好咱还没有吃晚饭 就和彪儿尝尝你手艺 不能辜负了你一片心意 嘿嘿嘿 这些饭菜都是我练手用的 我的厨艺根本拿不上台面 陛下贵为九五至尊 吃我这些饭菜 肯定难以下宴 哼 咱当初就是一个要饭的 啥难吃的都吃过 你做的饭菜就算再差劲 能比咱要饭的时候吃的还差吗 陛下 你当初要饭的时候 肯定没有仔细研究这要饭的技术 所以才讨要不到好吃的食物 这你都知道 史书上连这些事都记载的吗 那倒不是 稍微一想就能明白 你要是要饭技术过硬 那肯定在叫花子这一行长久混下去 而不是参军了 对对对 好像还真就是这么个道理 幸亏咱要饭的技术不行 不然都没有现在的咱 趁着议论老猪要饭这一话题 叶城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又想到了一个保护饭菜的办法 陛下 您和太子还是不能吃我做的菜 毕竟我现在还是一个外人 身份还特殊 万一我要是往里投了赌 再将您二位吃出个好歹 那你俩得有多亏啊 有道理啊 陛下英明 既然如此 那你把这些饭菜先尝一遍不就行了吗 反正你也是要吃饭的 好吧 你二人是何等身份 而我又是何等身份 一换二那我不亏 靠 咱就不信你这么不惜命 别磨叽 赶紧吃 卧槽 老猪这么没有底线 没有原则的吗 还是快点让他吃完走人吧 否则公主一会过来 再让老猪逮个正着 以他的聪明 肯定能猜测到 我俩现在的关系 说不定就不让我 再住公主的隔壁了 多吃点也算及时止损 叶城赌气一样 看谁吃得多 被叶城这样一带 朱元璋也打消了一律 接着大快躲一起来 开始了饭桌上的叫乐 而叶城却留了个心眼 他吃的大多是青菜 等一下他要好好刺激一下老猪 卧槽 臭小子 敢跟我和父皇抢吃吃 朱镖也毫不客气 最近因为叶城 剧透了大名太多的事 导致接连几天都没胃口 可现在看来 朱镖似乎没有一点 食欲下降的样子 叔父 叶城 不得不说 你还真有一手 今晚这饭 你真是用心了 对了 这是什么肉啊 味道真不错 回禀陛下 是红烧肉 用五花肉制作而成 咱咋没听说过这五花肉呢 这五花肉就是猪肚子上的肉 是一层肥肉之中夹着一些瘦肉 所以后世之人 取名五花肉 啥 你说这红烧肉是用猪肉 豚肉做的 朱元璋这才回过神来 叶城闷声只吃青菜 从而刺激自己快速抢肉吃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自己呢 陛下 有啥不妥吗 这不妥大的去了 你不知道这猪肉 不知道啊 而且这些饭菜 本就没打算让你吃 是你自己非要吃的 朱元璋一时被叶城怼得哑口无言 不过 该说不说 这叶城做的红烧肉味道确实不错 可老朱哪是轻易吃闷亏的人 此时心里正盘算着如何找回场子 叶城 父皇这次来有些事情想问你 咱们进屋说吧 朱彪打断了二人幼稚的义气之争 生闷气的朱元璋 只好与朱彪一起朝着叶城的偏电而去 不能忘了正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